8號臺中捷運遭到吊臂砸中 路過車輛拍下驚險一瞬間 長40公尺重3.3公噸的吊臂 直接砸中了捷運軌道 這一狀釀成一個人死亡 10個人受傷 也導致臺中捷運部分路段 暫時停止 工人連夜趕工出動吊車進行作業 針對被重擊的軌道路段 先進行障礙物清除 破裂的遮光罩一一被拆掉 軌道也進行全面巡查 到了凌晨列車終於可以動了 一路拖往北屯機場 在那邊 兩間列車受損嚴重 還要進行後續檢修 捷運公司也針對軌道進行巡檢 你跑和列車開往 高鐵台中站 經過一夜搶修終於通車 列車行進意外路段 遮光罩還沒有補齊 會稍微會緊張這樣子 怕臨時又有什麼意外 十號十二點二十七分 建案掉幣掉落之後 導致市政府站道九張離站路段停止 十一號一早六點才恢復通車 影響時間總共十八個小時 我們一定會跟相關的廠商球場 初步估計球場金額會達到兩億元以上 台東捷運總共有十八列列車 扣除事故車之後 還有十七列列車車損後續交由原廠評估 是否維修或者進行汰換 靖新聞趙建連黃靖選 許惠美參謀 立刻下載靖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靜好新聞 靖文